日本福岛县政府24日发布消息 对全县今年新稻米的检查后发现 虚核川市收割的稻米中 发现放射性色的含量超过日本政府 新颁发的食品安全标准10倍克 达到每公斤110倍克 这是今年第一次发现超标的污染稻米 已经禁止销售流通